好的 我们实际上呢 你看 纽扣我刚才忘了按这个开始键了 所以导致我都已经焚到这了 看了一眼 才发现刚刚没给大家录啊 哎呀 真简直是太糟糕了 给大家讲一下啊 纽扣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给他 按着男孩女孩不一样的 男孩缝在这一侧 女孩呢 缝在这 哎 希望我没有说错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再看一下 自己家里边的那个衣服啊 男生和女生的那个衣服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啊 缝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缝第一个钮扣 先缝脖子下面的这个钮扣 看到了吗 缝这个钮扣呢 然后再过来啊 到这边缝最底下这个钮扣 然后 把两个钮扣啊 按在一起 这样一按就找出了下一个钮扣 要缝的位置了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两个钮扣啊 相邻的两个钮扣 再缝在 按在一起 再这样一按 就又找到了下一个钮扣 要缝合的位置了 知道了吧 啊 你看呢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钮扣 我就把缝塌的这个过程 给大家拍下来吧 刚刚忘了 按这个 录像这个 开始的这个地方了 傻乎乎的 说了半天 自说自话 原来没有录上 这简直太糟糕了 好 你看啊 在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保证它能够缝合得非常非常的稳固 因为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 这些亮晶晶的比如纽扣呀 这卡通衣服的那个什么鼻子眼睛啊等等 这些辅料啊 尤其是塑料一类的 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很具有吸引力 所以它如果给抠下来放进嘴里的话 会非常的不安全 这些妈妈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编寨好者啊 在给孩子做衣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其实我每次都强调这个 扭扣要缝结实 这个针啊 就是这个缝针啊 尤其是像我现在正在用的这种 这个依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东西 之前就是上次大概是前几天吧 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一个小孩的身体里面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针 但是因为什么 是他家的亲戚啊 是去给他 送一件新衣服 这个新衣服留一颗 有一颗针不小心 埋在这衣服里边了 结果可能抱孩子的时候 孩子穿的时候就扎着孩子了 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 留意把安全放在第一啊 为宝宝及时的考虑啊 不光是把扣子要缝紧 第二 所有的这些小的辅料 不要让孩子拿到啊 这样是会非常的危险 如果他放在嘴里边的话 你就会有什么方法都不好给他拿出来了 尤其对于很小的孩子 这些都要收好 不要乱放啊 好的 你看啊 当我们缝合好扭扣之后 扣眼你看 自然的 你看 就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了 因为像这种啊 跟针织相关的 无论你是手工织 还是机器织啊 它在满足了 有这个非常柔软的 这个前提下啊 你看 所有的位置啊 只要这样一弄 就会出现一个孔洞 只有他的纤维之间的 空档比较大 才会有这种非常柔软的效果 这也是这种真织物品的一个最大特点啊 你看 我们就直接一摁 找到他的所在位置啊 直接把它 就能够扣上了 看到了吗 你可能会问了 哎呀 那我们为什么不织扣眼呢 因为对于一个灵机处心手来说的话啊 织扣眼是非常容易忘的 你看我们在整个织的过程当中 还要提醒着你 隔几厘米或者隔几行 这要织一个扣眼 然后你下次要忘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啊 非常容易忘 这是第一 第二 真正编织的扣眼啊 其实并不难 我一会儿就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啊 但是它有一点不好 什么呢 就是织完的那扣眼的位置啊 再扣着扣子 它很容易掉 这扣子又不牢固 它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 你看它扣得非常的结实 对不对 所以针织的扣眼啊 就是我们用织 织针的手法完成的扣眼 它稳固性不特好 不是特别好 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完成啊 就是在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你看 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首先把两针定成一针 然后再加出一针来 加出一针呢 就类似于我们那个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吧 我拿一个东西啊 没有一个织好一半的东西来演示 我就随便拿一个这个来演示吧 教你织扣眼 尽管它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衣服里边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你要织件别的衣服的话啊 然后 我跟你说一下啊 它这个扣眼怎么织 就是它这个扣子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它的 把这个打开 就是这个眼是怎么织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利用 只是为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先把这行织完了再说啊 要不然的话 这行就不好演示啊 我正在演示的是扣眼啊 给大家织一下 其实它没在我们这个衣服里边 起到任何的这个 这没有出现过啊 但是我们就是为了丰富一下 大家的编织的知识啊 怎么完成的扣眼呢 假设啊 这第一针不是啊 假设这第一针是我们正常织的范围之内 然后啊 织扣眼了 织扣眼干嘛 就把两针啊 1 2 给它一起织 看到了吗 一起织完之后 问题来了 我说的要加一针 怎么加的呢 看我啊 绕过来 你看 你看 就直接绕过来 然后别的呢 再原样织好 现在就保证了 你的 针数啊 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啊 你完成了一个有扣眼的部分 这扣眼在哪呢 等我把这一行悄悄的织完啊 就发现这个扣眼了 你看就其实就是这一针 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要把它与另外的一个这个针的位置啊 一定要给它区分开 因为它的绒比较长 所以可能大家都看不清楚它 你看到了吗 这边吗 就是这个扣眼 看到了吧 就是你 在哪呢 自己都看不出来了 你看 我们之前不是起了五针吗 对不对 然后 必须保证原有的针数的情况下 然后 你 两针合在一起 然后又加了一针 加那针的位置呢 就是这么加的 你看把它绕在上边 然后 实际上就把这个线呢 做一个加针 然后 这个呢 继续往前织 就形成了这个 看到了吗 扣眼的部分 但实际上我们的扣眼呢 是没有必要织的啊 如果你要织那种很细的线 羊毛的那类的线 即便是很细的线 你完成扣眼之后呢 也会 使它的这个位置啊 治完这个扣眼 很容易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你扣就扣子啊 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的索性呢 直接就是扣在纹理里边啊 就足够了啊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而且呢 还会比较稳固 明白了吧 好的 然后我们完成这一部分之后呢 祝贺你啊 你现在可以拿给孩子 去给他试穿一下了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你这小衣服 这位置呢 也会变得非常的饱满 极其的厚实了 对不对 下一个环节呢 我会教大家啊 它这个袖子怎么织 但是我必须在一个 完整的一个教程里边 给大家教这个袖子 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的一些小的窍门吧 你看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内部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内部的部分啊 它是看上去是比较的平整 实际上呢 也只是小面积的啊 小局域看上去很平整 实际上 如果大面积的话啊 还是把这一面作为表面 那会更好看 因为之前我会说到很多同学的一个问题 说哎呀 我感觉我这里面 这个可整齐了 我能不能拿它当成表面 来给那个 直接来操作呢 那是真的不行 因为如果你要是把这一面 当成表面的话 你的针尖锁在位置 长线锁在位置啊 一切都没有办法 和我之前教给你们的这个教程 没有办法和它保持一致了 明白了吧 所以尤其到肩部的时候啊 会非常的混乱 你就很难的往下操作了 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啊 拿知正正的那一面 作为正面 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但是我们喜欢反针的这些位置啊 比如说像是耳朵啊 等等其他的一些小的配饰啊 如果是小范围的出现 小面积的出现 还是反针的这种花纹啊 看上去更为的整齐 你看这有一线头 但如果要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出现的话 我们还是拿正针的这一侧啊 来作为表面 来给它安排 记住了吗 小范围的 比如说耳朵呀 这类的啊 眼睛啊 多数情况下啊 我会把这个 纸反针这一面呢 作为表面 好了 刚才跟大家普及了很多啊 跟编织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好 下一个环节呢 我会教大家把袖子织好啊 你们把这个相对应的东西都准备好 而且要准备一本厚杂质啊 硬一点那个厚一点的杂质啊 宽度大概在20厘米左右 是厚的时候 就是缝合袖子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它 好的 下一个视频 我们织袖子啊 这个视频